歌手在演唱會熱歌敬舞 最怕意外突然發生 其中就於2002年 陳奕迅爆彈意外 最讓人印象深刻 這是什麼題目 當年陳奕迅疊落舞台 摔破了哪一顆彈 誰知道 A 左邊那一顆 什麼 A 右邊那一顆 A 那C是什麼 C 兩顆 憲哥有說 上次他唱到舞台 跌下去的時候 他是跌到右邊那邊 因為他是右腳下去的 聽說好像是左邊那一顆 比較大顆 比較破掉的 意象 對 憲哥 這題我們需要這麼認真討論 對 第一位立場的歡迎 康永哥 哈囉 大家好 健康 藥 陳 詠 知識 驚 忽悠 我是蔡康永 今天沒有真情指數 今天搶獎金讓你知道 老師不會吃素 你這個笑有破音吧 這個康永哥不得了 肩膀上放一隻烏鴉 沒有 我就烏鴉嘴 但是最近這個行檔也被幹掉了 陸西派放鸚鵡 鸚鵡 而且是生的 他的鸚鵡 是活的 對 鸚鵡 厲害 歡迎來參加 厲害 歡迎康永哥 接著下來歡迎五百 老師 音樂 漂亮 Let's go A I 叫什麼叫 我在唱歌裡 叫什麼叫 不要亂叫 不要亂叫 大家好 我是五百 相信今天拿獎金 絕對不只拿五百 順了 OK 蕭黃旗 蕭黃旗 蕭老師 妳是我的眼 來我平月時期的綿環 妳是我的眼 來我穿越勇氣的人潮 好 大家好 現場所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 蕭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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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旗 蕭黃旗 蕭黃旗 讓我的心 變為一個人 而心不盤岩 腳踢 太好了 謝謝 蕭黃旗 蕭黃旗 骷髏 大家好 我是台灣 好久沒來 我就是最近 剛隔離出來的骷髏 上面好嗎 上面好嗎 怎麼會有鮮鮮鮮 謝謝 現在是西元幾年 西元2022年 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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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各位 好強喔 二十年左右的時間 沒有到台灣來 好久不見 現在整個人覺得 台灣現在的感受怎麼樣 很好 台灣不錯 韓文 韓文 最近韓文不好 最近韓文不好 很久沒來台灣 他最想念台灣的什麼食物呢 食物 我比較想念台灣的女孩子 我是因為女孩子 偽愛 來到台灣 這一次沒有在S Hotel隔離 隔離出來之後 其實就是 馬上就是飛奔去找我的舊愛 歌手在演唱會熱歌近舞 最怕意外突然發生 其中就於2002年 陳奕迅爆彈意外 最讓人印象深刻 這是什麼節目 當年陳奕迅別問我來 摔破了哪一個彈 誰知道 A 左邊那一顆 A 右邊那一顆 C是什麼 C 兩顆 這誰知道 這什麼題目 不要這樣 誰知道 誰知道 2 1 請舉牌 什麼 1 2 3 請亮燈 這只能猜A跟B的 這只能猜 這只能猜 不然怎麼辦 而且在1 我印象當中是左邊 來 欣梅 你怎麼覺得是右邊那一顆 因為上次憲哥有說 上次他跳到那個舞台跌下去的時候 他是跌到右邊那邊 因為他是右腳下去的 啪 聽說好像是左邊那一顆 比較大顆 比較破跳的這樣子 意象 對啊 憲哥這題我們需要這麼認真討論 我真的都要猜了 我真的要猜了 猜不出來 我真的想韓國人 也覺得是左邊那一顆 這是一個判斷 因為我覺得他右腳跨出去的時候 那個甩動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踹到左邊才對 OK 完全是左邊才可以 要不要加一顆 正確答案是 右邊是 到底誰知道 沒有 把頭上的帽子一 帽子一丟 結果一摔下去 左腳扔在舞台上 右腳下去 沒錯 卡在舞台邊緣 撞破右折彎 哪一頭 真的 真的 那現場就變單花湯了 那個會有一種淡淡的憂傷 真的 下面到題目請出題 下面一題 驚取新人壞特 真實的本業是實習醫師 未來朝著準外科醫師邁進 藝能界也有不少人契衣從樂 請問 誰出道前沒有當過醫師 沒有 沒有 羅大佑 B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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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兩個當過 有一個醫生 有兩個當過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這超難的 藝能界也是人才會催 真的 3 2 1 請舉辦 馬上最難 到底是A還是B還是C 請看 慧小 是當過 他念了一年以後 轉戲劇系專攻表演 人真太帥 張蒂真的當過 是 真的嗎 本人說了你還不信 厲害 你還當過醫生 本人在這裡 當過醫生竟然 小時候都要出來 我以為我進來歌唱街還被我爸罵 是 所以你看人生 經常在某不一樣的時間點 找到人生的一個方向 像我 在40來歲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不對 我不喜歡當藝人 500 在幹嘛 偷包 這個 吉他太重 我放一下 你也不是這樣吧 整個人鬆掉 整個人鬆掉了 有沒有 他這樣 連道具都不要了 我這邊在講 他沒有跟他講 我們去鬆一下 整個人鬆掉 一直來看下面一道 題目 GO 開過計程車 也有不少藝人做過明星助理 請問 以下配對何者正確 有 明星助理 A 霍建華 曾霍成助理 B 金城武 陳蕾助理 他也配到我 他也配到我 陳蕾 柴志平助理 有 請亮談 我 打死我寫的B 沒有人寫B 怎麼可能寫B B應該不可能 你不可能 對 男人寫B 他拚成功 很難性 我跟你講 所以你們就是 容易以貌取的 如果 現在B的答案 如果說 有可能 有可能 沒有 我真的覺得奇怪 太可能 可以當故事 OK 我們來看看 正確解答是 神功幫忙 沒有答錯了 神功幫忙 17歲的時候 真的 所以我現在要 對我的助理好一點 對 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成為巨星 對 我也要對我的助理好一點 對 你要小心一點 是 金城武是陳蕾的助理 對 對 這個知道 有這麼一段 所以我說有一次 我們就在那個 西華酒店 然後就看見他在那裡寫歌詞 我說 他可以 你在幹什麼 他 師兄 我們同公司 師兄說 你怎麼在這裡 他在這裡幹嘛 我說寫歌詞 我說你不用 你長那麼帥 寫什麼歌詞 不要有才華 你趕快去玩就好 什麼話 我就剛剛跟他講 什麼話 藝人這個行業 他有時候是 人長得漂亮 人長得好 賣相很重要 賣相很重要 你們拿一瓶飲料 搖一搖這樣幾千萬 真的 總在沙默 現在知道 了解了 了解了